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手相的特点 所谓的这个手相 手心低洼必发家 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 掌心明堂的位置 明显处于低洼凹陷的人 一般是发财发达 能够成为人中浓缝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 真正的手心低洼是怎么看 通常手自然伸直 伸平 四指要聚拢 四指要聚拢 要伸平来 不能特意窝起来 那不算 然后往手心里面倒上一点水 如果掌心之水不流走 不流出来 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 那么这样的人 可谓是人中之龙凤 就是非常不错 一定要伸平伸直 能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说水不漏啊 说明它四边四个脚 就是说周边都是 都是可以能够 这个隆起来的 能够包住水的 否则有一边不行就会露出来 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伸直手掌的话 还有就是这个真正的段掌 段掌呢 是感情线和智慧线 合二为一 我们古时候有说 这个男人段掌千金养 女儿段掌是过防养 这么说呢 意思就是说 男人段掌是非常不错的 在财运上 在事业上非常的不错 如果是女性段掌的话 是过防养 过防养的意思就是 你跟父母的缘分比较薄 父母呢 从小把你过继到伯父家 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家 那么现在的情况也有 现在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现在一般指的就是 女孩子如果是段掌的话 在婚姻方面不太美满 如果是这个假性段掌 在段掌的这个支线出 分出一条支线 智慧线这个支线 那么这个叫假性段掌 假性段掌的人呢 会胆大心细 有直觉 并且呢 他能够凭借自己的 智慧和情商啊 来这个化解婚姻当中的 不幸福啊 或者是婚姻当中的 姻缘的这个运势 不好的话 能够通过这个来化解 这是假段掌 带来的一个好处 同时他的事业运势 也是非常强 如果是在这个生命线 跟智慧线的起点 这里啊 有这个上升线 看见没有 这么一条 这么一条 上升线 很小的纹路 当然图片当中 有点夸大啊 只是在这里可以 结合这个首相 如果是高清图片的话 可以看得清楚啊 这种线呢 就是上升线 将来会发财 或者是事业线 出现一条支线 出现一条支线 升到水行丘的位置 啊 事业线 看见没有 事业线 有一条支线 往这个 水行丘这个位置走 快到终止 这个也是一种 发大财的一种首相 突然来的横财 比如说拆迁 移成继 这个继承的遗产 继承的遗产 等等 这个都是有可能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向方面困惑 可以看一下 片头片尾啊 我们来看一下 凤尾文 不讲了 以前讲过很多次啊 这个是非常 妄夫 婚姻非常美满的一种首相 前提是 不能 其他的地方 也能有分叉 只有这个地方 有分叉 三个分叉 大小长短 深浅一致 就可以 凤尾跟凤凰的尾巴一样 非常吉祥的纹路啊 好了 如果是有这个 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